中国动态清零再次引发悲剧 2022年11月1日 一个三岁幼童因动态清零求一路被封 仅三小时后 便走完了他短短的充满疫情的人生路 引发网友众怒 说什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却有多少无辜的生命 被这些灭绝人性的魔鬼扼杀 我们都在那个死亡巴士上 如果我不发声 谁将来愿意为我发声 有网友悲戚疫情三年了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转机 到底是什么 好心酸孩子从出生到离开 没过上一天没有疫情 没有核酸的正常日子 他的认知里 世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11月1日当天 兰州七里河区西原街道 一位三岁男童休克 急需送医 却被关卡的防疫人员 以疫情防控为由阻挠 仅仅三个小时后 该男童便告别了人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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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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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